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确实去年很多人都说我最大的突破就是挤进了演艺圈 现在给大家说一声又被挤出来了 因为演戏真的太难了 我在演戏之前特意还抱了个伴儿 老师让我演了一下 说根据我演的确定教科内容 演完之后老师都沉默了 说至少咱们接下来可能主要学的内容 是如何面对网友的恶评 真的不会演戏就会演脱口秀 刚开始演戏的时候呀 台词但凡长一点 我这个手啊不自觉地就举到这儿了 也不看对手演员了 开始找观众 导演都急了 在那儿说咔 我在那儿谢谢大家 我是这事 演戏还得贴合角色 我当时演青鱼年的时候呀 我当演青鱼年的时候 大家都很担心 就害怕 我演范贤 说我容易把范贤演成贤发 还有人把我的海报给披了一下 披成徐志胜饰演范贤 下面还有人在那儿问 说这是什么版本的青鱼年呀 说这是打算在越南商业的青鱼年 最可怕的是第一集 范贤还死了 大家真的担心了 说第二集发现不会变成徐志胜 走出来了吧 当时去演的时候 导演还跟我说 说志胜这是大场面 五百个圈演 我当时都担心了 我说我这能压得住吗 去了发现 我是五百分之一 在那儿演个书诗 真的 总共就七句台词 在那儿 小贩大人 小贩大人来了 这就两句了 就这网友还吐藏了 说一个江南小丽 一口的山东口音 我在那儿也委屈呀 我说我们三多年在哪儿不考公务员呀 我快出来的时候 弹幕也多了 全是前方高能 注意避险 我出来的时候弹幕更多了 把我的脸全给挡住了 演完庆余年 我就去演南一号了 大家更不理解了 说腾讯你是真恶了 甚至都开始有人传了 说我是腾讯太子 大家真的别乱传 父王会不开心的 就别人在那儿演戏 都是什么完了 演员和导演被资本绑架了 我在那儿演戏都是完了 资本被徐志成绑架了 真的我也能理解 没这样的男一号是吧 当时我们是在一个村里拍戏 一个大妈非得冲过来看 还有人男人不上看 大妈急了 一指我 说他是哪个村的 他怎么能看 演戏也是 演戏也是 我在那儿刚演完一场 在那儿休息了 一个群演大哥冲过来说 兄弟啊 没想到你台词还挺多的 男一号 男一号还要给我找替身 朋友们 找替身 我找替身 不容易啊 导演还把照片给人家 说你就按这个找 人家在那儿说 这个在我们这儿就是替身 这个剧马上也要播了 网友都表示 害怕 怕自己想看 所以回来讲偷游真的是很开心 但就有一点不太习惯 就是讲完之后 没人喊 他实在是不知道该不该结束 谢谢大家 我是志尚 谢谢 太强了 太强了 太牛了 这谁能打 挺打的 这谁能打 太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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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强了